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王家首治 天甜活湯的創辦人王振愷 來接受專訪 振愷你好 振愷當初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接觸到瞿俊 然後開始自瞿 起初是因為我的爸爸 他動了一個心臟大刀 然後他的身體裝了指甲 所以他沒有辦法激烈的運動 然後當初我遇到我的貴人 就是我的國曉老師 他跟我講說 其實你認不認識瞿俊跟乾酒這個東西 他可以讓你透過微生物的幫忙 然後讓健康從腸胃開始 讓整個身體調和回來 然後就是食療的意思 然後當時我也對這個東西很陌生 所以我開始找了很多文獻資料 然後認識這個菌種 然後才開始做給爸爸吃 做給家人吃 開始得到很多爸媽給我的反饋 覺得這東西真的帶給他們很棒的感受 之後我才開始決心要開發這些產品 讓更多台灣人知道 爸爸吃的時候有什麼 他有什麼樣的反應 讓你覺得他吃得很好 因為他其實不太講話 也不太運動 但他突然有一天 跟他的親朋好友說 他的他開始很順暢了 然後開始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看得到他開始 開始喜歡走路了 或者是他講話 他講話的頻率也開始變多了 然後我才開始覺得 哇其實好像是從我給你喝乾酒開始 有這樣的起色 所以你才覺得說其實這個東西真的可以幫助到人 所以你才開始專心的往這一方面去研究去研發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好像不一樣的米 對對對 不過比較好奇為什麼你要把這個取名稱一個天田火湯 其實米麴菌它的原料就是米跟水還有菌種 然後菌種在發酵米的時候 它會去大量的釋放米本身的天然葡萄湯 所以我又堅持活菌販售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天然的葡萄湯活著的湯活菌入味 所以叫天甜火湯 那因為正凱坦坦白說 我覺得在台灣對麴菌的印象很比較模糊 比較少人知道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麴菌到底對身體有什麼好處 麴菌其實是日本百年傳下來的一個手工技術 然後其實麴菌種在百米叫乾酒 它可以再釀成清酒 但是因為我沒有加酒破 所以它停在上一個階段的發酵 所以它沒有任何酒精成分 0到99歲都可以喝 所以半小時都可以喝 對然後它種在黃豆又叫味噌 所以日本人其實日常生活中 已經在生活裡面充滿了取菌 對然後日本也在2006年的時候證實 它有7種維他命B跟20種氨基酸 有353種以上的營養素 哦是 對所以因為這樣子 日本的媒體就開始大量的報導這個東西 然後有很多的網紅有很多名模或是明星 開始分享他們吃完之後對身體的改變 然後日本人就開始稱它為喝的點滴跟喝的保養品 哦原來是這樣子 對 所以日本日本很紅 可是台灣還不太 應該說台灣喝乾酒的人比較少 對日本人 呃其實台灣人也有少部分人在喝 可是他們沒有像日本人那麼的 呃把這件事情變成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 嗯 對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因為 因為他確實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我我我真的很清楚看到我爸爸身體的變化 比他以前吃到的益生菌等等 都來的更有更快 嗯 更有更有效果 所以我才會堅持一直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哦 那你這樣在試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遇到什麼的困難跟挫折 嗯 其實因為台灣的溫濕差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嗯 他必須要有很嚴謹的溫濕控 所以剛剛開始在養殖的時候 我丟掉了非常多的米 因為他太他太熱他就死掉 他太冷他就不長 然後他太濕他就臭掉了 嗯 他太乾他就變硬米粒 所以 當時在研發的前半年 我幾乎24小時像在顧寶寶一樣 必須一直幫他翻被子 讓他喝水 然後不要讓他太熱 不要讓他太冷 每天的照顧他 然後最受挫的是 因為他養殖需要三天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可能 第一二天明明就長得好好的 可是第三天突然臭掉 哇 那我前兩天的 努力全部都白費 然後又再重新開始 又再重新 一直 again again 當時我真的非常心灰意人 不過我爸爸似乎默默的都在吃 我實驗的那一些東西 然後我也看到了成效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然後我希望把它變得更好 讓我變得更專業 應該堅持下去 所以那這樣子你更變得專業 對那你會去 因為你說畢竟這個取君是從日本那邊過來 你會去說有機會去日本那邊學更多的知識 還是說怎麼樣去把你的這個 試取的那個技術提升 因為我剛開始了解的時候是自己讀很多的文獻 讀很多的書 對 然後我開始找台灣也會做的發酵師傅來教我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開始對這件事情感興趣之後 我開始好奇日本人到底是怎麼把這個東西給發展到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把它變化成更多商品 不只是乾酒 然後我最近這一年到最近這一年我就開始往返大阪京都九州等等 開始找各種發酵餐廳或者是發酵廠商 取君廠商跟他們的師傅 甚至我帶了一個翻譯在旁邊 然後為了讓徐菌師告訴我說其實徐菌不只有這些菌 其實徐菌有很多種 那我的選擇應該要哪一個是最對我自己的身體 然後日本的家庭是怎麼再把它用 自製成味噌 然後甚至拿乾酒做成甜品變成冰淇淋 巧克力 蛋糕 然後吐司之類的 他其實就已經變成日常生活中一部分 那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帶回台灣來 我覺得是我現在也正在努力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因為今天那個鄭凱 你有帶一些你自己製作的那個蛋糕來 所以他是不同他可以放在不同的米上面 對因為他的介質其實就是澱粉 澱粉 然後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其實是原味的白米跟糙米 然後因為他是澱粉他會釋放那種米的營養素 所以我開始試著把它種在黑米上 或是種在三穀米上三穀米就是糙米加黑米再加紅米 每一個東西帶來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樣 例如說糙米它會有一個堕皮的清香味 然後黑米它對女生身體很好 因為它是不洩米 所以他喝起來會有一個很厚重的香醇濃郁的感覺 然後紅米它會帶有一一點酸酸色色的 很也是一個很迷人的香氣 然後我甚至種到小米或者是紅藜麥等等 然後因為它這只是澱粉 所以不只是穀物 我也拿來做在不同當季的蔬果 例如地瓜、芋頭、蓮藕、玉米等等的 他種在地瓜是有地瓜味嗎? 他等於就是釋放那個地瓜的甜味跟營養 再把它放大出來 對 所以他也可以種在地瓜 芋頭就是澱粉類的上面 對 只要是澱粉就是徐菌生長的環境 都是適合的 對對對 是 那正凱 因為你說爸爸喝了之後對身體很有幫助 那有沒有客人喝了你的乾酒 他的反饋讓你覺得真的很有成就感 你這個真的是做對了 我有一個客人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每一批乾酒他都有固定跟我購買很大量 然後他後來跟我分享說 他其實是家族性遺傳的席露多發症 所以他的腸道系統都是密密麻麻的息肉 是 所以他轉變成大腸癌的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然後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 但他跟我講說其實食品 只要不要亂吃藥 只要吃自己覺得對的食物 那就是對的 有一天就是會好 有時候信心療法比藥來的更重要 對 所以但是他講了一句讓我更感動的是 我願意吃你的東西我也願意堅持吃你的東西 所以請你繼續為我們努力 當時我就覺得後面又有一道非常強大的成就感 跟感動 讓我繼續堅持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坦白說應該是說真的客人吃了你的乾酒之後 真的對他的身體有很大的幫助 他才會有這樣的反饋 對 那你們現在販售的就是 就只有在四級曝光 然後怎麼上網路上跟你訂購? 因為我堅持賣原活菌 所以我會跟個人保持一個固定的溝通 就是你跟我訂完之後 我要製作三天 三天完配送到你們家大約一個禮拜 然後我的乾酒只能放兩週 因為我不想把它殺死掉 如果你兩週之後他會持續繼續發酵成酸 但那就不是我想要給你吃到的風味 當然酸也不是壞掉 因為有很多法國師傅會拿來做酸麵包 等等的 但是我的客人就會固定一個禮拜跟我訂一次 然後每天喝一包這樣子 所以一包大小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一天可以補充一包 對你直接喝 因為我堅持是賣原汁 我希望客人可以自己發揮小創意 加到牛奶、豆漿、任何無糖的戒指上 把它當作是代糖來喝 然後加優格也可以 對加優格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乾酒 其實跟市面上的稀釋度其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一些其實像我媽媽會拿來直接加在紅豆湯上面 然後我媽媽也會拿來做菜等等的 對其實每個客人都會用我的乾酒來做不同的變化 就是說你賣的是活菌 然後我們買回來 那他要怎麼保存 就是冷藏兩週 冷凍其實可以更久 但我其實把它界定在一個月內 那我放冷凍 那我是怎樣?要喝的時候再拿下來解凍就好 解凍或者是加熱 但是加熱不要煮滾 因為煮滾超過75度 活菌會無法存活 然後我如果希望活菌入味的話我希望它溫熱 然後直接把它加熱喝就可以 就像你講的 如果說我把它加在無糖的豆漿 無糖的牛奶 或是像媽媽這樣子煮紅豆湯 然後把它加在裡面 或是拿來入菜煮菜也可以 對一天你把它喝掉一包 其實對你的腸胃就會是滿滿的抑菌 它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抑生菌的概念 因為抑菌也是一種菌嘛 對也是一種菌抑生菌 然後我又讓客人堅持喝到活菌 所以大概一到兩個禮拜 你身體就會開始感覺到有 體力變得非常好 然後上廁所會有改善 會比較順暢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現在的生活壓力都很大 對沒錯 那鄭凱你們天天活湯啊 因為你說你是最近這一年才比較活躍在推廣 那你一定會有一些未來的一些規劃 那有沒有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 目前我還是持續的在開發商品 因為我在日本大開眼界了 所以我一直想要不只是做乾酒 我可以再把取菌變成甜點 或是變成鹹食等等的 對所以我乾酒還是其實繼續在做 也繼續讓更多人認識 但是開發是一件事 然後持續跟客人溝通 讓更多的台灣人知道這件事情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最近就很想要開一間店面 就是完全手做給所有的客人看 就是看到你從怎麼開始自取 對自取養殖 然後到你們真的看到安心喝下肚 讓我覺得這一切都是都是對的 對這我下一步想要進行的事情 所以希望有個實體 應該是說你希望透過實體店面 去讓更多人認識取菌 讓更多人來接受 對對對是是是 好那盛凱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跟你當初一樣 不管是什麼原因 但是他可能都有自己想要創意 有自己的夢想 那如果說他們想創意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我也還在成長的過程中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給別人建議 但是我覺得我做對事情 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對然後幫助到很多人 然後這中間當然會遇到很多的困難難關 但是我媽跟我講說 遇到問題解決問題而已 對就是迎刃就會迎刃而解 然後只要這些事情都堅持下去 客人就會給你很大的成就感 對然後這樣就是一個很棒的循環 應該是說創業只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對自然而然他的成就是一個善的循環好的循環 是我覺得也是因為你很努力很堅持 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一個天甜活湯這麼好的品牌 謝謝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王家手製天甜活湯的創辦人王正凱 來接受專訪 謝謝正凱的分享 謝謝 謝謝你謝謝 謝謝